那说到海南文化 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 家喻户晓的海南鸡饭 那为了加深公众 对海南传统文化的认识 八升海南会馆和品味八升 联手举办八升海南文化节 透过海南美食 文化表演 还有历史走廊 以及手作工方 让出席者了解海南人 丰富的文化理论 嘎耶烤面包 生熟蛋 再配上一杯海南咖啡 这是最经典的大马早餐之一 还有老少通沙的海南鸡饭 更是堪称国民美食 这些可以在咖啡店 轻易找到的食物 也许是许多国人 对海南文化的第一印象 但传统的海南美食 可远远不止这些 这场由八升海南会馆 和品味八升联办的 八升海南文化节 是人情八升社区工程的 第四场文化节 这项活动由雪州行政议员 拿多邓张青主催 过去也举办过客家 潮州和闽南文化节 这一次主办方在会场 设立了超过126个摊位 最吸引眼球的 就是琳琅满目的海南美食 包括海南咖啡 海南鸡饭 海南五角粽 海南椰子鸡汤 海南猪皮黄梨 和海南四大鸣粉之一的 包罗粉 你听过海南包罗粉吗 它是中国海南省文昌市的 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那么因为源自于 这个包罗镇 那么才有了 包罗粉的这个名字 它的配料呢 除了有粗米线 还有花生酸菜 炒肉 香菜 但还少不了老板自制的辣椒和汤头 我们是用猪骨 肉头 八角 材料 一个香料放之后煮它 还有用那个芙芦把它取锅先 芙芦蒜米取锅先 然后再放一些下去煮 放汤下去煮 给它煮到浓素 因为你要熬那个猪骨汤还有那个肉头 你要熬那个汤要熬最少都要四个小时 看是多少 多的话是八个小时 除了美食摊 还有海南历史走廊 手作工坊和海南文化表演 民众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海南琼剧 海南歌谣 海南戏和著名海南唱作人麦英 带来的海南发音 这样的文化的活动就会吸引更多人来 发觉芭生本身 芭生人 芭生人情 以及芭生的 特别的地方色彩 发生的历史建筑 变成了理由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从文化下手 让我们的文化能够 继续获得发扬广大 通过生活习惯 通过语言等等 影子还能幻吗 一点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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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大家都说是福建人嘛 就是会参到 因为他们两个鹰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会很乱 你会觉得要传承这个文化吗 一定是要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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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要很多人在家要讲很多 对 长辈要跟小孩子讲很多 带小孩子一起来参加 然后就看到有很多美食展 然后海南的食物 所以你觉得就是这种传统文化 是重要吗 很重要啊 他们可以知道我原来是 他们在学校里面也是有知道 有海南人 附近人 潮州人 所以就可以给他们看 我原来是海南食物是这样的 巴生海南文化节会在今天和明天 在巴生黄城会展中心展出 时间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 日本选国海南人 今天来巴生 参加人海南无愉快 跟人情巴生都在读完 那么海南文化节 OK 接下来接下来 报道空间林小倩 雪狼儿巴生报道 1 7一直是把温会 杨�yn译川沙